多謝大家回到Ask Kenneth 我就是溫動員兼教練Kenneth 今天就是雨天 今天整天都下雨 基本上溫哥華的秋天就是這樣 又下雨又早天黑 就沒辦法了 來到這些加拿大的地方就是這樣 很快冷到很快天黑 你們初初來都不是很習慣 慢慢就會慢慢習慣 沒辦法了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就預算是這樣的 但是夏天就很棒的 秋天和冬天都是下雨的 所以那些人說Vincouver 其實不是Vincouver 是Vincouver 今天就很想跟大家分享 上星期十月九號那個禮拜 其實上星期是很金很金 超級金的 十月九號做到什麼呢? 星期一 就是POW position POW 應該是POW position 或者我們叫做Snatch 從POW position 加Snatch 205開始 215 然後25 其實我覺得 102K 其實是金的 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突破 其實從POW position 是很難的 POW position 基本上你沒有得想的 一曲腳 一伸腳 一伸腳 你就要GET UNDER 是沒有得想的 你千萬不要想著 CATCH了 然後再落回去 沒有可能的 一定要很 時間 要很狠 快 很準 就一定要的 接著做CLEAN & DERK 就做了 一個CLEAN 兩個DERK 我做275的 大概125kg CLEAN & DERK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275 即是我已經衝破了275的 模型的壓力 基本上 變成 我一定要GET USED TO 這個125kg 因為 我很希望 可以在下一個比賽裡面 可以從130開始 第一個試試 130 132 134 類似是 那樣 希望可以Lockout的時候 Lock得好一點 我發覺Lockout 你就這樣伸直 雙手不夠 你一定要 抬上一點 那你見到下巴 就會碰到 肩膀 這樣就可以完全Lockout 而有少少 Internal Rotation 轉了 那肩膀 就更加好 就這樣 不行的 就這樣也不行的 要很刻意 Reach 到上 才是最穩固的 好啦 做完CLEAN & DERK 之後這樣做什麼 SQUAT Top Single 我想嘗試四柄 即是405磅 第一個 Fail了 接著我跟自己說 再試 再來405磅 那 今年 做到一個最好的PB 真的 對的 一定要在這裡 一定要做好一點 個人確定一點 決定一點 那就可以了 基本上 其實都不是太難的 比我想像中 是容易的 只要 我打算 做SQUAT 就是 腳趾弓 踩緊地上去 腳趾弓 用好力 因為腳趾弓 用力的話 你就會Create Arch 接著 Engage Let Elbow 地上 Engage Let 收緊一點 BRACE 吹一口氣出來 BRACE 接著就移聲出 3 2 1 上來 嗯 接著差不多到 過了 Sticking Point 吹一口氣出來 千萬不要閉氣 Hold那麼久 否則 你的人會 暈的 真的會暈的 好了 來到星期二 星期二 都不是容易的 星期二 做Snatch Balance 做二延 四式兩下延 其實Snatch Balance 真是難 真是難 那個心理關口 好難的 二延 不要開玩笑 其實一 warm up 我已經覺得 不是很穩陣 但是逼自己去的 其實 Way Lifting 其實是逼出來的 不是容易的 你覺得容易 Something wrong 譬如你覺得 lock out 會很容易 一定是不容易的 一定是用力 頂住 而且 Snatch Balance 升上去 Scarpard 升上去 就不可以這樣 升上去 Reach上去 所以lock out 所以我現在 是看地下 OK 我不會這樣的 看地下 lock out 這是我對我來說 最好的 這個 中式的訓練 Chinese Radio Thing 的方法就是這樣 做Snatch Balance 之後 又是snatch from power position 又是 power position 當然 不是25 做205 但是 都 辛苦的 做完Snatch Balance 吃腳 已經很累了 這樣 對啊 Snatch Balance 就是那個snatch 是要一上 一曲腳 你就要get under 很快的 兩下 做完第一下 再做第二下 記得 Engage your leg 接著就上了 你的chess 升上去 沒得想 你一再猶豫的話 你會錯過 所以 你可以看到 我lock out 那支把 Make sure 在耳朵後面 OK 或者你做 很有趣的 snatch就是 就算你的動作 做得對 但是你的intention 不夠對 或者不夠aggressive 都不行 好 來到10月11號 星期三 Snatch 這個重 這個金 我告訴你 去到2-3-5 2-2-5 接著 做了 兩下 2-5之後 接著 就做 兩下 2-3-5 OK 這個金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program 星期三 但是 我有信心去做 上個星期 很有信心 那個energy level 挺好 不累 身體 所以 2-3-5 都沒問題 雖然 2-3-5 做兩下 我做完第一下之後 第二下 miss了 第三下就OK了 接著下一set 就做了第一下 OK 接著miss兩下 接著再做 另一下 其實我實際上 是做多一個working set 但是 一定要 train這裡 我知道不是technic問題 是position問題 我知道不是力的問題 就很容易解決的 自己微調 微調 那個position 總之對 對位 其實好像入筍一樣 入筍的筍 就搞定了 做完snatch之後 就做clean 加power jerk 再加split jerk 2-5 做了六set 這樣 OK的 power jerk 我是要做得再好些 因為power jerk 是預備做jerk 那個lock out 都是一定要lock out 好些 尤其是右手 右手 不知道為什麼 經常都不肯伸直 不肯伸直 不肯伸直 那這件事 是我要去 要去克服的 那 push jack是怎樣做呢 推之巴上去 連chess 推 差不多這樣上下 落 接著 起身 OK push jack 基本上一曲腳 你就要分腿了 OK 不用想 如果你想著 啊 推高之巴 然後才分 太遲了 已經 所以所有事情要是很athletic 很快 所有事情發生得很快 你慢一點點 已經不行 想多一想 已經 不行了 OK 那 clean and jerk 那些 其實2-5 是相對性 那個intensity 是低的 對我來說 現在說的 都是1-1-5 因為我做開 最重是做 每邊三餅 1-4-3 Kill 現在1-1-5 其實是相對性 是比較容易的 之後 Fund Squat Fund Squat之後 我做了 3-7-5 即1-8-7-0 Fund Squat 那 金的 不是開玩笑的 金的 1-7-0 OK 那 星期三的訓練 就完結 Fund Squat 來到星期五 10月13日 那這個 都是金的 去到90% MAX 即是去到2-4-5 2-4-5 那 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做2-3-5 那 都沒有太大問題的 沒有錯 沒有錯 2-3-5之後 2-4-0 就109kg 看上去都OK的 那個expulsion都OK lock out都OK 站起來 那些力在這裡 然後 之後 2-4-5 其實2-4-5 我錯過了2下 才做到1下 OK 第1 set 然後 再做 又是錯過2下 才做1下 其實 我們做了6下 2-4-5 不過成功 只有2下 OK 那 這裡 那個Mental 要很集中 很集中 碰 接 上 要很狠 很狠 還有我最重要的就是 Lift the elbow 好像Lift up the elbow 那樣 就是你要想一下 好像在做 Power Snatch Power Snatch 就是Lift the elbow 高一點的 For我來說 我就是Lazy Elbow 一定要Drive的時候 連那個Elbow一起Drive上去 完成整個Pool 然後才Kick Under 就不要 未完成Pool 就Kick Under 就一定不行 一定接不到 好 做完 Stat之後 接下來當然是Kick Under Kick Under Kick Under 最重 我們做到2-9-5 做了1-2-3-4-5 做了5 OK 其實做4 set 第三 set 我是fail了 那 Yeah It happens 千萬不要覺得 miss是 不會發生 miss是會發生的 但盡量miss少些 是會發生的 OK 就算你的技術做得對 都好 所有東西都會miss的 Way lifting就是這樣 OK的 OK的 2-9-5 我覺得應該要做得到 134kg 我覺得 Yeah 最重要做之前 拿起肢胃之前 你的人 你的 mental 準備得到 那就可以了 還有我會自己 刻意去做一些分腿的動作 這樣 讓自己 Amp up 然後去做 就會更加好 好 好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什麼叫做 Butterfly effect 這支巴 一下去的時候 它會好像飄一下飄一下 這樣 彈一下彈一下 當這支巴 一下去的時候 它還沒彈的 跟著那一下 你就推上去 它是借那個 Barbell 那個動力 去做到那個 drug 所以呢 這支巴 是有彈性的 所以借它 那一下來做 所以 after clean 不要等太久 OK 趁那支巴 還要動力的時候 就來了 OK 那之後 做 pull up machine 那我專門的 我專門做 pull up machine 就不做 pull up 平時我也是做 pull up 的 但今次我希望 可以focus 在 mind muscle connection 做多一點 let 那我就 用 knee support 去做的 那你會見到 所以我用 比較多一點的 weight 去 support 我想focus 在 mind muscle connection 可以做好 這個背的感覺 還有可以收緊 這個abdominals 不要被 人呢 arch得太多 很多時候 做 chin up 就為了 做而做 OK 就是 一個 movement 但是可能是 for strength 但是如果 hypertrophy 的話呢 我就希望 可以做得 好一點 就不要常常 掛著 做 六下 做八下 OK 那我會 suggest 慢慢去做 慢慢去感受 多些肌肉去做 就不是for strength 因為 我做了 snatch 做了 Kinel and Jett 之後 其實全部的CNX 會用很多 那我用 machine去做 原因就是 因為 machine CNX 就不會用得太多 就算你的CNX 已經玩完了 去到很低level OK 那你還可以 有力去繼續做 多數我自己 編排program 都是這樣的 譬如 兩個 CNX 比較高的動作 OK A和B 之後CDE 我盡量都會做 Machine 或者Dumbbell 或者做CNX 沒有那麼強的動作 這樣很多 因為 AB已經玩完了 好像我這樣 snack 已經玩完了 不要忘記 我還有一個Squat 在中間 OK 好了 星期六呢 本來是做訓練的 那我就 星期六休息了 變相了 星期日 都要去做訓練 補回那個CNX 但是我知道自己 做不到我 希望 目標性的 那個 重量量 所以我做輕一點 那星期日其實 都未 recover到的 雙腳都是很累 就算做100kg 我覺得 因為我星期五 是扯進了 星期五那個 snatch 最佳CNX 已經打了柴了 OK 連續兩天 那變成星期六 是不夠休息 星期日呢 都是堅硬去做 255而已 你會見到的 我會做Clean 然後 Speed Jack OK 那都是 好問水的 不是做得好 好美的 都是少少 慢慢的 這些東西 好像 不是我心目中的 那個 效果 OK 這樣 然後做Clean Pull 做完Clean Pull 做Clean Pull 做315的 Clean Pull 好像Dediff 那樣的 包括Explosive Power 和Shrug 上去 OK 那因為做Clean 你一定要做Shrug 就是肩膀 升氣 Lip Up 就不是用手去拉 記住 做Clean Pull 或者Snatch Pull 保持住巴 Close to the body 之後 大家都沒見過 我做Bench Pass Bench Pass 也是要做 那我做5x5 205 大概90kg 左右 因為我 明年我要玩 WNBF Body Building 的比賽 所以 Chess都是 Under Developed 所以 現在開始 都要慢慢做 一個禮拜 做三天的Chess 包括Bench Pass Dumbbell Press Cable Fly Machine Fly Inkite Dumbbell Flat 和Inkite Dumbbell 都會包括 在我的Training Program 裏面 就是這樣了 那我一口氣 就講完上個禮拜的 Training的日記 不知道大家對我 Training有什麼問題 希望可以 大家繼續去收看 OK 那不要只看 還有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希望大家繼續 支持我的訓練 希望我可以明年 有一個更好 一些的成績 還有大家都是 希望大家可以 在我身上 裡面 拿到一些東西 好不好 多謝支持 Peace 提電話 twist 如芮 從石